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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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图中我们看到了强支撑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和上升的趋势交接处 这个强支撑所在点位就是1420到1425点附近 这个点位也是前几期节目当中所叫强调的 那么短线上我们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所走出的行情 可以说我们认为是一个上升旗形的一个整理的一个节奏 这个属于一种中继形态的一种 那么短线上我们就需要关注 大盘能否在1420或1425点附近出现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行情 下方存在两条趋势线 那么支撑大盘的这个反弹节奏可以发生 那么明天盘势一旦出现反弹 那么可以说预示的这个波段的调整也结束了 那么之前在前几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调调了 如果说目前来讲我们走的是一个 可以说认为是一个四浪的ABC的下跌的一个节奏 回调的节奏 那么如果说短线上一旦起稳的话 有可能会走出第五浪的一个行情 好我们看一下图二 图二呢这是标普的四小时图 那么从四小时图上今天找盘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一个是下降三法的一个K线组合形态 那么可以说整天的这个盘势呢 都是走的是比较弱的 大盘的稳步的下跌 目前来讲对于标普四小时图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个超卖行情的出现 可以说短线上依然有下跌的风险 明天呢大盘如果说低开的话 那么我们所期望的行情呢就应该是低开高走 如果说一旦低开高走这个行情出现 那么短线上可以说大盘呢已经是直跌了 我们看一下图三 图三呢就是苹果电脑日线图 刚才有提到过 那么周二呢出现了一个长的下影线 这是一个直跌信号 我们目前呢也需要来继续关注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盘势呢 就是银行股继续一个撑盘 那么大家在日后的操作当中呢 尽量关注这个银行股 可以说其他的板块呢都出现了回调节奏 今天在盘中呢我们看到了花旗银行 还有摩根大通 他们都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抗接的行情 周五呢会有银行股继续的发布 第三季度的业绩 那么业绩的如果业绩抱得非常出色的话 相信那么银行股的这个上涨行情呢 就会开始了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聚精华尔街 我们明天再见